您还记得吗? 马祖国军今年3月才惊爆肉荒 当地的驻军就在沙滩上面写字来求救 引发了关注 但没有想到马祖近日又惊爆了罐头弊案 海巡署马祖暗巡对一名林姓的参谋主任 涉嫌就和另外两名的军官来共谋 侵占本来就应该要发给官兵的罐头物资 还私吞了扎菜鸡 甚至被控招揽官兵来违法投资吸金 士林低检署日前就发动了搜索约谈 认为三个人设犯了侵占公有财务罪 向法院申请积压 沙滩上的斗大字样内容更是引人注目 马祖3月才惊爆国军没肉吃 在沙滩写字求救引发哗然 现在又爆出马祖暗巡对高官 涉嫌私囤罐头的离谱事件 由于离岛物资短缺 每个月都会从台湾运一定数量的罐头到马祖 而这些罐头到马祖后呢 会先由暗巡官的人员来做清点 才会接着分配下去 没想到现在却爆出有暗巡对的高官 竟然从中私吞 运来马祖的罐头会集中放在各单位 火防仓库给官兵取用 但这名暗巡对林姓参谋主任 与另外两名军官居然共谋 把还在时用期限内的罐头 一箱一箱从马祖搬运回台后 在网路上贩卖谋利 恶行还不止如此 一伙人还涉嫌私吞每月的加菜金 甚至被控会招揽官兵以现金交易 违法投资吸金 经检察官复讯后 其中三人由四邻地认法官裁定 积压禁检 本分署立即一陆海空军军官 事官认职条例 何与积压人员停职处分 上三人火速被停职处分 接受司法审判 另有关违法吸金投资部分 分署也强调已启动调查 若确定属实将立即移送司法机关 侦办 只不过这回高官涉贪丑闻 恐怕一大大影响经济形象 记得林文秋荣请新北采访报导